第九题的话呢 这里一开始大家都跟6有关对不对 最后他也要看6的几方减1 所以这边5就是6减1 7就是6加1 那请问6减1乘6加1是等于6平方减1 a减b a加b 是等于a平方减b平方 那这一个跟这一个又可以变成次 来看一下a减b a加b是不是等于a平方 他的平方是不是四方再减b 对不对 那他还可以再跟他配 就变成是a减b a加b 是不是又等于他的平方 他的平方是6的八方减1 可以吗 那他再跟他配 所以就是a减b a加b 是不是就等于a平方减b 所以最后你得到这个m就是多少 16可不可以 这点很重要 这点非常的重要 可以齁 好 再来 不然你们先听好了 如果你们要写的话 就等拿到考卷回家再把它写起来 这个我会上传 那第10体呢 很难 这应该是可以算是就是只有试题了啦 那来看一下第10体怎么做好吗 第10体的话 其实应该一开始就要把这个678平方加678 去换成679的平方减掉679 为什么 因为这个减2037跟它没关系 可是它却是679的倍数 它是679的3倍 可以吗 那我这个4是多的 我会把它移到等号另外一边 变成x平方减4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这样做喔 这边的话有3足都有679 所以我把679提出来 这个是679乘679 所以你提一个679 还剩下一个679 这里提679出来还剩下减1 这里提679出来还剩下减3 可不可以 这边是a平方减b平方 a4xb4 2 所以这边可以显成x加2乘什么 x减2 我为什么会这样想呢 掰 这里是679 对不对 这里是多少 675 所以你们看得出来 x是多少 x加2会等于679 x减2会等于675 请问x等于多少 一个加2啊 6什么 677 对不对 自己想吧 677加2不就679 677-675 所以这一题应该是这样算的 这一题这样算就很漂亮 可以吗 好那你就回去 觉得如果我讲太快的话 请问一下